全球瞩目的世界经济论坛特别峰会 星期天在沙地阿拉伯首都利亚德拉开帷幕 上千名各国领袖齐聚一堂 探讨当前地缘政治动荡 包括以巴冲突对全球经济带来的迫切挑战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官网 各国领袖除了商讨经济合作与能源发展 也将聆听来自联合国以及巴勒斯坦政府代表 汇报加沙危机的最新进展 此外 中东和西方国家的领导人 预计也将在场外碰头 包括受邀出席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会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 对以巴冲突进行非正式会谈 对以巴冲突进行非正式会谈论均 对以巴冲突进行非正式会谈论均